一同蒙恩典的经文是约翰书一章九十节 约翰书一章九节和十节 由我来奉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阿们 接下来由清光上师班通过视频显示 之后听主任牧师讲约翰义书讲解第三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以及全国之教会圣徒们 至圣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全体圣徒 之前电视的各位观众 神就是光 我们住在光明中 就能与神相交 并且因主宝靴的功效 罪得赦免 倘若不承认自己的罪 罪就不能被赦免 这样的人和救恩无缘 大家要好好理解认罪的含义 认罪是指承认自己的罪 而神说的认罪 不只是口头上认罪 还要有回转的表现 如果只是嘴上说说 却没有行动可以证明 那就等于说谎 要成前毕后 将纳罪信也要拔除静静 有些人虽然来教会礼拜 但跟世上的人一样 经常犯罪作恶 欺哄人互相征静 发怒 求自己的益处 做暗昧的事 他们以为 只要主日来教会礼拜 悔改 罪就会靠耶稣的宝血 得到赦免 其实 屡次犯罪后 只在口头上悔改 那悔改是假的 这就像狗所吐的 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一样 在神眼里 是一件可憎的事 神说 我们犯了罪 悔改后再次犯罪 就是在神面前 做可憎的事 跟猪和狗没有区别 彼得后说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 救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明白真理 所以会脱离黑暗 来到光明中 按真理而行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 制服 如果再次犯罪 他们幕后的情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异路 晓得真理 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 道不如不晓得为妙 晓得这真理之路 这光明真理 神的道 主的旨意 竟背弃了 传给他们的圣命 背道而驰 不行真理 与其这样 道不如不晓得为妙 如果懵懂无知 的犯罪 那还好一点 明知故犯罪 后果更严重 因为无知而犯罪 虽然也是罪 但是后果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俗话说得真不错 狗嗦土的 他转过来又湿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不太了解 五六十年代 我在农村 那个时候 家里条件都不太好 家里养狗 肉是喂不起 狗也吃不饱 所以他们吃完东西 就吐出来 再把它吃掉 猪也是给它洗澡 他又去脏的地方去滚 给它洗了也没有用 他在猪圈大小便 地上都是湿的发臭 又躺在上面 现在养猪好像不是这样 以前就是 所以经上讲了这个比喻 神说人在犯罪后悔改 之后又去犯罪 就和猪和狗一般 说我们不要学他们 不能学狗 也不能学猪 只在口头上悔改 又屡次犯罪 不仅不得神饶恕 等于轻满神 此罪比之前的罪还要严重 真信任罪的人自然会哀痛 撕心裂肺的悔改 口声信神 爱神 却犯了神极度厌恶的罪 让神难过 这样多么惭愧 多么亏欠 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 不再犯罪 从此彻底远离罪恶 这一年下来 大家被看到 体验到了 众多奇事 神迹和全能做工吗 您的家人 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 还有全世界各地 有多少人在传来 体验奇事 神迹全能做工的见证 而如果有人还在犯罪后 悔改之后又去犯罪 神就会说 他是条狗 是头猪 万不可如此 做了真诚的悔改 神就不再纪念追讨 东离西有多远 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否则 只在口头上悔改 又去做暧昧的事 做了悔改 神也不会接受 以致无法得救 虚情假意的悔改 神会接受吗 所以这样就不能得救 就像在希伯来书六章 和十章所记 等于故意犯罪 等于故意犯罪 这样会遭神 抛弃 等于把耶稣 重定 十字架 有这种行为的人 是会把他 废弃 不会自强悔改的灵 所以无法得救 各位圣徒 接下来看 第十节 我们若说 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这节经文再次强调了 从六至八节的经文 人类全都是罪人 既有原罪 也有自犯罪 人自以为人义 但用绝对的真理 神的律法光照 就能领悟到 自己是何等罪人 多么亏欠 因此说自己为无罪 等于把神 称全人类为罪人的话 当作谎话 又在排斥 为我们舍出 独生子耶稣基督的 神的大爱 寻根究底 这是亵渎神的行为 与亵渎干犯圣灵的罪相等 是不得赦免的罪 上一讲提到 人里面有真理 却能发现 自己里面的非真理 如同光明照亮黑暗 污秽就会显露 能够发现 从前未能发现的罪恶 我们里面接受真理 却能发现罪恶 当我们用真理光照自己 把神的道消化吸收的越多 就能发现更多 才留在心里的罪恶 人既没有除尽 罪恶也没有尽灵 却说自己无罪 这表明神的道 不存在他里面 亲爱的圣徒们 在座的各位大部分 都已承认自己的罪 接待了耶稣基督 从而罪得赦免 领受圣灵 成为了神的儿女 但不要就此满足 蒙了救恩 成为神的儿女 就当为了长大成人 埋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不能只停留在 因信称义的阶段 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 成为真正的义人 为此需要持续不断地 承认自己碎的过程 无论听讲道 还是听人劝勉 都要承认自己的欠缺 这样才能在真理里面 更新自己 我真有那样的缺点 有这样的罪恶 真是惭愧 若不这样真心承认 自身欠缺 就无法得到改变 例如 喜欢开玩笑的人 听到有人劝 归劝 要想成就一颗诚实的心 就当改掉 开玩笑的习惯 此时如果承认 开玩笑是 出于自己不诚实的心 就会为了改变 自己而努力 不然会为自己辩解 我是为了逗大家开心 为了调动气氛 才说了那些话 这样就改不掉 这种习惯 下定决心 为了成就一颗 不诚实的话 一句也不出口 并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会发现自己身上 未曾发现的问题 比如有贾和乙 贾从来不开玩笑 特别老实 乙平时很爱开玩笑 能逗大家开心 但是人们会相信他说的话吗 贾和乙 人们会更信任谁呢 肯定会更信任贾 经常开玩笑的人不靠谱 不可信 不仅醒悟到 开玩笑是非真理 还能醒悟到自己心里 深藏着善变奸诈的心 承认自己的欠缺 努力将真理装入心里 使得存在心里的真理 更加发亮 更是看清本我 通过这种不懈的努力 一一脱去非真理 终究会改变成一个完全的人 大家现在脱去了 很多非真理 正在努力按真理而行 全然行在光明中 所以得到了更新变化 不是吗 改变成属神的人 有了这种变化 身体也健康 蒙受祝福 成为教会的工人 蒙神喜爱 不仅讨神喜爱 家人 亲朋好友 也都喜欢你 反之 不认罪 辩护自己为无罪的人 无法脱去肉体的属性 开了一次玩笑 怎能说是不诚实呢 人说话要幽默 才能使人际关系和谐 快乐 聚会也会开心 连句笑话都不能说 多么单调乏味 若是这样辩驳 就不能发现自身缺陷 假如我在大家面前 经常开玩笑 说些无聊的 等我哪天说了实话 大家会信吗 以为我在开玩笑 哪能相信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还有人怀疑呢 我如果开玩笑 在圣徒们眼里会成为不靠谱的人 不可信的主仆 如此不承认自身缺陷的人 淋漓不警醒 过沉睡的信仰生活 他们在这种状态下 停止心里的割离 虽然没有说我没有犯罪 但跟自身无罪的人 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信仰状态 若持续下去 随曾一时被圣灵充满 但会渐渐消灭圣灵的感动 以至会面临难以得救的危机 亲爱的圣徒们 关于因不认自己的罪 罪不得赦免的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 有的人说是已经悔改了 神却不予接受 有的人说是悔改了 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担心神没有接受忧心忠忠 来找我 请我为他做中保祷告 神却不接受其悔改 例如 有的人犯了 亵渎圣灵的重罪之后 悔改了 但神还是反复地说 他曾经亵渎圣灵 也不做心中割离的事情 并且警告说 这样下去就不能得救 在坛上反复地讲 至于死的罪 也是因为有这种现象 虽然没有直接 对当事人讲 但通过间接提醒的方式 继续给他机会 使他能够得救 如果对本人讲 他或许会说 我的心并非如此 随说我亵渎了圣灵 但我那个时候不是有意的 只是无意间说错了话 那个罪也没有那么严重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 不要不当回事 因为自己说的话 被人们听见了 所以勉强悔改 但并非是发自内心的 私心累费的悔改 还会说 我已经悔改了 为什么总是就是重提呢 当然 即使大家犯了重罪 只要诚心悔改 神不再纪念 也不再追讨 但 神之所以屡次三番地 加以指责 是因为他虽然口里认罪 但并非发自内心的 真心悔改 在我们教会 有些圣徒犯了 至于死的重罪 说是要悔改 我也为他们 做终宝祷告 神说 有的人没有真心悔改 没有真心悔改归正 过后还会犯罪 有这种情况 态度不够诚恳 在神看来 没有真心悔改的人 即使接受了祷告 也没有用 没有真心悔改 就没有完全改正 只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 只是复衍 过段时间后 又像圣经上讲的猪和狗一样 中道覆辙 这种情况 神压根就不接受他们的悔改 神会受骗吗 能骗得了神吗 如果悔改不够真诚 神就不会接受 亵渎圣灵本身是个重罪 但事实上犯那种重罪 是因为早已在神面前 积累了各种罪强 比方说 有一个人咒骂父亲 往他脸上吐了唾沫 他既然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可想而知 他平时对父母是个什么态度 一个素来孝敬父母的人 会因一时失误 咒骂父亲 父亲往他脸上吐唾沫吗 不可能 从中可以得知 他平时不太尊重父母 经常做些藐视父母的行为 与此同理 一个人以至于亵渎圣灵 绝非处于一时的过失 应当省察自己平时的心态和举止 因素来骄傲 有私欲 没能过上景景的像生活 以致说了不该说的话 因为对自身问题依然执迷不悟 所以不肯承认自身罪过 还说 我不是故意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已经悔改了 我无罪 然而神还是说他有罪 各位圣徒 大家里面若存有真理 就算遇到极大的困难 也不会随口说出令神伤心的话 人难免会经历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 或遭遇困境 此时抱怨的人是信心极小的人 哪怕是懂一点真理 也会保持沉默 以免在神面前建立最强 哪怕是说了小小的不义之言 也会特别忧苦 每当想起那件事情 心里都会难受 在神面前感到亏欠 便再三下定决心 再也不犯那种错误 何况 人说了亵渎圣灵的话 怎能掉以轻心说是一时失误 我已经悔改了 不要救世重提呢 我刚才说了一个人 对父亲无礼 就算他对父亲认错 爸爸我错了 是我不对 再也不敢了 那么父亲会马上消气吗 儿子侮辱了父亲 说了些难以启齿的话 而他就说这么几句话 能把这笔账一笔勾销吗 儿子如果真心认错 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明天一年后 也当孝敬父母 对父母恭恭敬敬地 百依百顺 这样父亲才会消气 彼此很好如初 真诚的悔改 应该是撕心裂肺的 认罪痛悔 痛悔之后 要彻底改过自心 在生活中结出 与悔改的心相散的果子 然而 这类人 虽说是为亵渎圣灵的事情悔改了 却依然骄傲 有私欲 哪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照样对牧者和教会产生不满 对神亲自掌管运作的事情 也会轻易抱怨 还有人像我一样 遭受了那么多的试探和熬练吗 在旧约新约都很难找到 那么多人要陷害我 背叛我 我只做了些好事 帮助无数的人病得医治 得见神 体验神 资助了那么多贫困家庭 而且从来没有向谁借过钱 更是从来没有动过教会的财物 没有擅自挪用教会的钱 而我遭受了那么多试探患 也从来没有埋怨个神 从来没有对神说 神呢 我太累了 反而时尚喜乐 感恩 尽心尽力担负父所赐的使命 将荣耀贵于神 而人们普遍 不爱神 不遵行神道 神在光明中却不走向光明 仍然行在黑暗里 还说神不让我得见神 不应允我的祷告 多不讲理 我呢经常得见神 向神祷告 神全都应允 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求什么 神都会应允我 那有人为什么体验不到神的做工 祷告也不蒙受应允呢 神会偏待人吗 神说你们任何人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但有前提条件 当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因为按真理而行 遵行神道 所以我们的心 不责备我们 这时神说我们一切所求的 神都会给我们 都不遵行神道 还埋怨神 不为你做工 不应允你 这就不对了 也会轻易抱怨 有的人贪心虚为 喜欢受人服事 得罪周围的人 却对自己的恶 执迷不悟 而且经常不祷告 还漫不经心 以为那不是什么大罪 神说如果他们的信仰状态 没有改变 就很难得救 有的人则 一直以来 忠于神国 当我劝勉他不能骄傲 他就立即认罪痛悔了 他并不是当场就认识到自己在哪方面骄傲 虽然还没有发现自己哪里骄傲 但因为信赖目者 所以虚心接受 认真查验自己应该为哪些错误悔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别人对我有误会 把错误的信息上报给主要牧师 都没有这样辩解 我致死忠心 立了赫赫之功 怎能用这种话来冤枉我 责备我呢 也没有这样委屈 而是极力发现自己骄傲的本质 刘勒德说 感谢您的指教 我会尽快改变 这样的人真的会得到更新变化 很快就有转变 并且领悟到自己为什么受到了指点 明白自己在哪一个方面骄傲 祷告神 圣灵会让他明白过来 虽然我没有当面劝勉他 但每周听道时 将所有的道当作是针对自己的劝勉 虚心领受 只要发现一点欠缺 即刻悔改 我看见他连小小的缺陷也不忽略 承认自己的不足 坚持不懈地将其脱去 从而迅速地进了灵 各位圣徒 大家也听过我经常表扬这样的圣徒们 想想您会怎么做 假如我莫名其妙地指责你 又在大庭广众下责备你 你会是什么心情 我也能够彻底谦卑下来 坦白认错 得到更新变化 不会委屈 伤心 沮丧 我会喜乐 感恩的领受 能不能这样说 大家若真心爱神 心存真理 并信赖神 亲自安排的牧者 就可以做到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使徒保罗说 嫉妒耶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敬佩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使徒保罗在遇见主之前 也全然遵行神道 堪称律法上 无可指摘的人 遇见主后 生活上更实作的 完全无可指摘 尽管如此 还说自己是 罪人中的罪魁 并且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一心向着标杆 圣洁 完全的耶稣基督 奔跑不息 愿大家也在凡事上 用神的光明之道 照亮自己 当受到指责 劝勉时 不要否认 要喜乐地领受 并造就自己成为 无瑕疵 无玷污的完全人 愿大家只要发现 小小的肉的属性 也当立刻承认 并坦白认罪 离气静静 这样就会时常 被圣灵充满 迅速被带到 圣洁的道路 成为拥有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的 光明之子 神名副其实的 这儿女 亲爱的圣徒们 在约安义书一章说到 本为光的神 为了获得 真儿女 策划更做人类事工 并拆遣了 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 就是为了拯救罪人 赐给他们真生命 从前我们在黑暗中行 但只要我们向主认罪 在光明中行 便能依靠 耶稣的宝血 罪得赦免 获得救恩 只要我们承认 自己救人的样式 努力改造自己的时候 神会赐我们能力 把我们造就为 圣洁的光明之子 二章的内容 留到下周再讲 下面讲结论 亲爱的圣徒们 马太匪五章十四节 前半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马太匪五章十六节又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教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大家做出好行为时 人们会将荣耀归给神 会说 他信耶稣 人特别好 如果不在光明中行 做出暗昧的事 就会说 他信耶稣还那么坏 反而影响神的名誉 大家做出好行为 就会将荣耀归给神 若行暗昧的事 反而会影响神的名誉 神吩咐我们或吃或穿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而你不荣耀神 不说还影响神的名誉 又指望 为神更深入地相交 被圣灵感动 与神更深入地交通 还能更透彻地明白神的心意 灵与肉蒙受更大的福分 有神 凡事同在 其余保障的凭证随着 与神相交的人 人生何等有福 何等快乐 我们的圣徒们也常有体验吧 就算尽情享受 属肉的快乐 也无法跟与神相交的 属灵的快乐相比较 属肉的乐趣只是暂时的 明白这里的人会感到痛苦 忐忑不安 因为那不是通往天国的路 心里总是不安 当我们走向天国时 神会从上头赐下恩典 让我们被圣灵感动 无法跟属灵的快乐相比较 暂时的乐趣 和永远的幸福生活 你要选择哪一个 当我们否认自己 脱去旧人时 从上头来的喜乐和幸福 是无与伦比的 再加上受到圣灵的引导和主管 每时每刻 一帆风顺多么感动 以致每天满口感恩 见证多多 凡所到之处都会荣耀神 工作顺利 迅速成就家庭福音化 如果你的光更加明亮 就能为和你接触的人们 驱逐黑暗势力 比如给人解答信仰困惑时 会为对方解决问题 让他心里畅快 还能为对方驱逐负面的感觉 使他不再体贴肉体 反而得到按真理而行的力量 特别是主的仆人或义工 定会非常渴慕得到这般权柄和能力 那就应该更加尽心竭力 进入完全的光明中 效法本为光的神 就像赞美诗词中 一路蒙救主同行 是何等快乐幸福 快乐幸福 这句歌词 常常得享 与神与主相交的喜乐 奉主的圣明祝愿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